不再抓狂停电的晚上 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 心跳加速却仰眼神的碰撞 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 有你热场快乐不打扬 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 比漫画还要跟漫画的日常 欢喜悲伤不可生活的模样 小雨天因为你变得很特别 有变见来的小可怜 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出现 帮起我转圈圈 小雨天因为你让我好想念 属于回忆的梦雨天 走在一站着凉起的那街 我完成的世界 我完成的世界 您怎么样啊 没事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林玥已经上钩了 我们半个小时候在那儿见面 林玥 之前见他来过几次 估计是集团里谁遇上麻烦 找他来解决来了 先生 怎么样 我来得及时吗 那一下下面的超级英雄 谢谢你啊 哥 哥 些伙 要不是来救你 是只有我能欺负你 别人都不行 那你以后就对你弟弟好一点 不要算计他了 那事真是误会我了 我是本来想干点什么来着 谁知道那两个笨蛋连车门都没打开 逛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划入了 是不是发现我吗 别急 等着我吓我口赶着他们 不是你 林总出事那天 我们在停车场的监控里 碰巧您的车也在了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我车里面有这种东西 林盛 不可能 之前周年庆的那个合作方案 透露给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咱们林市里面就有内鬼 还有前段时间 挑起牛尾跟故事集团的那个风波 也只有内部人员 才能够把灵霄计划书泄露给刘总 刚才我签那个协议书里面 虽然隐去了受责人的性命 但是有咱们爸的公章 公章一时在家里的保险箱里 也就只有林盛可以取出来 也只有他手上 能同时拥有合作方案和灵霄计划案 是 是 他最近是经常和股东 还有各大部门经理在一起 这次阿伦拐走了安心 要求我钱股权转让 我想 这件事情跟他肯定有关系 安心 哥 哥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来了 醒了 鱼果 怎么样 说说吧 童果是谁 你杀了我 你杀了他 鱼果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我们刚才都被关在里面了 天然气也泄露了 如果不是林芳来的话 我们都已经死在里面了 不可能 他不会的 鱼果 你说那个人 名字叫杨红吧 孩子 别怕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亲人 从今晚后 我会照顾好你 你 你对我这么好 我都不知道会怎么感谢你 我是在天安行赎罪 她是我的养女 我们全家都对不起 慢慢来 别着急 别走坏自己 错误 是那个害你的人 她会付出代价的 所以你早就有所察觉对吗 我之前看我妈的账本 她一直在给一个叫雨果的人稳定地转账 我就有所怀疑了 所以又可以逼凌月签了五千转让书 又可以把你们除了 真是一箭双雕啊 转让书 转给谁 林胜 我妈已经把新人跟林胜的婚礼提上日常了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指证他们了 贸然阻止他们对我们更不利 你们回去 就当我们真死了 我会暗中派人搜集证据 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也只能这样啊 还能争取到点时间 说吧 肖哥帮你什么 谈断雨果 把后续的事情处理一下 务必让家私成真 我想办 听起来 能不能争取 但是我老实说 可以 是 还能不争取 没有没有 我也不是 来 为什么会起火 给我一个解释 天气这么干燥 起火很正常 这样不是正好销毁证据吗 万一出现什么纰漏 你知道好过 放心 老大 门已经被我锁死了 而且这附近都没有人 我走的时候 他们已经奄奄一息 就算是有余过那个废柴 他们也根本逃不出来 死不见尸 我不放心 找机会回去看看 好 我是不会让他们活着 出现在你面前的 阿伦 现在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放心 我们全家的命都是你给的 我一定会帮你庆祝障碍的 林月 林月 爸爸 我可以帮忙吗 想孩子别撒谎 叫你二哥来 交给林月去做我才放心 林月能处理好 她是我最优秀的儿子 我愿意帮我爸来分担这一切 而不是使用我哥 商场的无产场要分清地药 最关键的是 要有强有力的武器 老板 下一步怎么办 本来想利用郭安生 托牛胃下水 没想到这林月不上当 反而将故事集团搞垮了 但也不算是毫无收获 你不要放松 继续听见 明白 到时候你又为抛售过期商品 知道假货的新闻 铺天盖地而来 销量肯定会受到影响 这下林月想做 林月想做林氏集团的救势 助理来拿了 当时以项目的名义 转移集团资产 导致集团亏损的状态 现在约断了林月的救援之路 现在只要您横空出手 力挽光澜 到时候股东 就指认您了 但是没想到 因此刺激到我爸 突发住院 更没想到他还私下立下了 紧急事务交付函 根据这份文件 林氏集团 暂时由林月先生代理 又被林月坏我的事 我只能来应当 上次的杜明太没用了 这次我们直接用顾安心 威胁他 林月肯定会来 记住了 不惜一切代价 也得让他清楚 他们的死货 就交给你了 他们的死货 就是这里了 这么多年 武哥还是喜欢把钥匙 放在花盆下面 你一直说的那个武哥到底是谁啊 之前我辍学了 来到这个小渔村 交了一群好朋友 那个武哥呢 就是其中一个 但他是最神通广大的 也是对我最好的一个 那你说的这个武哥 他帅吗 那个真是太帅了 我每次只要想到 武哥那个神采奕奕 大不留心的样子 我觉得每个小女孩的心 都会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武哥 安心 你也注意注意形象 克制克制 有人呢 原来武哥是女生啊 看外形 哥 确实是个女的 灵月 武哥 说吧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想请武哥 处理一个叫阿伦的人 没问题 把他信息给我去办 多谢 以后有任何需求 有求必应 怎么就不能 没问题 把安心看好了 明月一定会找上我买 等你们拿到了 需要的东西之后 让他们两核 둘 金河里面消失一阵子 怎么了 月轩 闷闷不乐的 吃饭呀 妈 你对我们现在的生活 还有什么都满意的 这 怎么好等等问这话 也 也没什么 我不就是最近有点迷茫 我已经办好了付确申请 过两天你走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我记得你答应过我的 那公司那么多事情 都等着你处理的 是啊 月轩 你爸爸年纪大了 他离不开你 集团也需要你 我吃好了 你慢慢吃 哥 这还怎么了 馨儿 他没跟你说什么吗 没有啊 妈 你别太在意了 我哥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对不起 您 我怎么联系不上雨果 不会出什么事吧 不会有事 处理得很干净 你不要再联系他 你 你把他怎么了 只是让一切看起来 更自然的一心 放心吧 我不管你做什么 总之 你要保证过外星 彻底消失 对不起 你干什么啊你 问你呢 干什么 他们给我送的那个 放在哪儿的 什么那个 是合作股权书吗 是合作股权书吗 对 我刚才给你了 你放桌上了 你给我了 我怎么也没意义 最近怎么了你 要不要去医院 彻底检查一下 没必要 我自己身体我清楚 林总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的失职 让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你不用自责 如果他们笃定要杀人灭口 置我们于死地 一计不成 肯定还会想别的办法 一会儿你们就先回去吧 配合我们演绎出席 那我要是走了的话 您的安全谁能保证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让他们相信 我们是真的死了 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给你的小脑袜来这么一下 没有出现脑震荡 和陆内出现就不错了 你们来的时候 确定没有被发现吗 我们来的时候呀 又是坐车又是坐船 这么偏僻的地方 谁能跟来啊 而且艾丽和吴克尹 确认过了 确实没人跟踪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绑架是杨红跟林盛 密博的 既然他们想置于我们于死地 我们就将其救济 夹死给他们看 在此期间 我会找人收集 杨红跟林盛的犯罪证据 余果这边的情况 也基本上掌握了 所以不会再有任何人 知道我们是活着的 虽然事情八九不离时 但是证据还不够 不能这么快下定论 你们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我跟安心会在这儿待着 我大哥那边我也交代好了 他会骗过小舍 自然地放出我们 已经死了的消息 我爸那边就拜托你照顾了 放心吧 有什么事啊 你得再问那事 这不是很久没跟您单独聊过天了吗 想跟你好好聊聊 想说什么你说吧 妈 你记不记得 我们刚来顾家人的时候 你跟我说 说要给我一个好爸 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境 你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 您刚跟我爸离婚那会儿 一个人打了好几顺功 然后告诉我好好读书 别担心 记不记得 是不是以为我年纪太小了 都忘了 其实我一直都记得 我知道这么多年 我知道这么多年 您为了我和馨儿 已经背负了很多了 我都知道 儿子 你跟馨儿幸福快乐 是我最大的信誉 妈 我跟馨儿都大了 我们俩都不需要您操心 我们俩能给您一个稳定的生活 咱们一家人最重要的是 平平安安的生活 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们不争了 好不好 争什么了 妈 妈 妈 从小到大 从小到大我都听您的是不是 我从来没给您添过麻烦吗 从来没给您提过要求吗 就这一次 就这一次 你听我的好不好 不 儿子我不明白 我听你什么 我要听你什么 我收手 收手 爸爸 现在来得起你收手 你这么做 你这么做 你考虑过后果没有啊 馨儿她会幸福吗 这个家怎么办 不 你在说什么 我完全不明白 还有安心 我们顾家已经亏欠安心态度了 我们亏欠安心态度了 不要再提安心了 她已经不是顾家的人了 我小的时候你叫过我 人要是犯了错 早晚都是要还的 你妈有什么错 要你这样一字字来质问我 你是说 刺山转移 我看过故事的账目 除了你没有人有这个权限 儿子 你妈只是把公司的财产 换了一个地方 我们是一家人 你爸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东西 这有错吗 我哪里错了 别多想了 我明白 别胡思乱想 我明白 感觉这一天过了好久啊 你一晚没睡觉不累吗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看日出吗 但是没想到是这种 接候一生的感觉 对不起啊 本来可以跟你更好的 我们活着在一起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被我们发现暂时 没有аем 没有 不 那是你 对不起啊 赵山转移 你真是什么 我 出了 跟我的 你的 大家再出现任何的质疑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让我们的林氏集团 重新回到正面 我再强调一点 我不希望有任何人 把私人感情 加带到工作当中 希望各位紧急 为什么会把我军转让给他呢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公司 这太帅了 就是这样 这太帅了 就是这样 你们一个个干吗呢 摆着个臭脸给谁看呢 我们林家两个继承人 都在这儿坐着呢 有什么不服的 说出来 是 大人 没问题 我应该不是 这个叫一个 沈碧 混合 小人 你 用 人家 人们 你 我 手 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害死我二哥 你们抢了他的位置 装什么毫不知情 这里是林氏集团 不是你们游位 我是林氏集团的继承人 那个位置本来就是我的 把这风女人带到警察局 保镖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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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个疯女人 你跟他一般见识什么呀 大哥看看 鼻子没事吧 大哥 我处理 这嘴巴是让你记住的 因为你的工作失职 我的弟弟受到了危险 我们林家现在丢我这一个 我不能让他有任何闪失 明白吗 哥 这不是阿伦的错 就是他的错 这保镖不够 不够了 阿伦很中心的 哥 现在有多少双眼睛 这小混音臭名罩住 跟着你拉了你身份 大哥 趁着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 随时联系 明白 现在是关键事情 我们临时不能再有负面新闻了 你说呢 盛总 都听你的 大哥 走 鼻子没事吧 没事 咱俩 欣儿 你今天怎么心心这么好啊 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心里高兴 第一时间就想见到你 处理集团的事情 肯定很辛苦吧 不辛苦 现在你知道了 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向你正面 我一点都不比你也啥 你没有必要跟他比 做你自己就好了 昨天 我已经把他在我这里的所有权 全部交易了 清空了他的所有联系方案 没想到 告别仪式这么简单 就这样安安静静地 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 就像 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 你放心 从今以后 他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 其实我一直在给自己 做心理建设 有没有 可是我就是不愿意散手 谢谢你 治好了我的拓延针 也让我有勇气 可以把我的感情 重新洗牌 我听说 人在十四岁的时候 指纹就会定型 之后就不会发现任何变化 就像这五年 我对你的感情 丝毫没有发生改变 你要说改变的话 那就是越来越喜欢 越来越喜欢 无法自拔地喜欢 我记得 我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 是关于潘顿珠穆拉玛峰的 当时我就立即决定 我要开始积攒陆费 把他送进银行 并且在将来的某一天 这些钱 一定会用于冒险 那后来 这笔钱去了哪儿 这笔钱 用于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冒险 馨儿 我一定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一定会给你更好的生活 顾馨儿小姐 你愿意嫁人我吗 你愿意嫁人我的 你不必爱得这么辛苦 你也值得被爱 被珍惜 你只要点一个头 我也可以毅无反顾地 替你加速狂奔 只要你愿意 我一直都会在 所以 你愿意接受 接受可以为你加速狂奔的我吗 我愿意 灵氏集团负责人灵月 将个人股权全部转给弟弟灵胜 之后神秘失踪 据知情人透露 灵月曾陷入一段复杂的感情纠葛 冲突不断 股权转让及灵月失踪一事 灵家尚未明确回应 希望他们不会有事 这份担心 被抱怀一心了 从小到大 他就像路边的野草 我每次看到他故作坚强的 一样子 我心中就会产生慕名的敌意 可是再怎么说 他还算我半个家人 我不希望他有事 能听你这么说我很开心 很开心 哪个哥哥会希望看到自己的两个妹妹 天天打来打去的 虽然我和他不会像姐妹那么好 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安全地回来 想点开心的吧 林盛叫我求婚了 我答应他了 林盛叫我求婚了 林盛叫我求婚了 我答应他了 谢谢你的祝福 谢谢你的祝福 不是 你们 你们两个 这么快就订婚了吗 你们并没有真的交往多久 是不是有点快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之所以以前一直不快乐 是因为我一直在期盼那个 我根本得不到的人 是林盛教会我 退一步 才能够看到那个属于我自己 最美好的风景 可是你真的了解他吗 你们两个之间真的 够了 哥 为什么我做的所有选择 所有人都要特三检次的 从好到大 我不是哪件事 做得比任何人都好 为什么到最后 我连我自己的感情 我都没有办法去掌握 你 我都没有办法去掌握 你 我都没有办法去掌握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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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秦 哥哥只是想保护好所有人 我会一直站在你身后的 这个阿伦 可能比你们想象中 更麻烦一点 因为十九他全家 和培养他做坏事的是同一个人 死里逃生的这种人 会为了还恩情 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所以你们 这些人都会不得了 千万不可禁地 万事小心 谢谢 你说我们也都是公司一样的 怎么办呢 这要他的名字 就是 林玉总怎么会把管转让给他呢 他还不应该了 他怎么这么折腾啊 对 他手里能行吗 各位 按照集团的规定 谁拥有的股份最多 谁就担任集团的董事长 目前盛总 已经拥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毫无疑问排在了第一位 按照董事会的决议 盛总将成为 林氏集团新一任的董事长 在座的各位 都是我的前辈 长辈 林氏年轻 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共创我们林氏的新未来 好 大哥看你最近越来越帅了 一穿嘛 大哥没有赞了 要是二哥在就好了 我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即便他是养子 我还是觉得有点难过 你替他干吗呀 正好上南北了 大哥放心 人难分好坏 但分内外 以后集团啊一定有你的位置 大哥清楚 自己这能力不行 问题不少 但是吧你想想 大哥这岁数也老大不小了 我这事业要再不成 咱爸不得给我扫地出门啊 你现在行了 那你是不是得帮我拿呢 大哥不用这么说 大哥向他也不信 你怎么办呢 小兔崽子 不知道你大哥做事 只分好坏部分内外吗 真把自己当总裁了 你来不想想 我会猜 你不想想怎么想 你不想想怎么想 你不想想的 你不能够 我第一次就想想 我家里却交出 男人 我為什麼不穩會這樣 你是不是一直這樣 你不知道嗎 我什麼時候這樣 就是一直都是 真的很難以想像啊 我能放下六位 放下一切 像現在這樣做個閒人 所以你就應該好好享受這一天啊 這個叫做 險中求勝 你說 林聖真的會相信我們死了嗎 他雖然年紀最少 但是他能夠隱瞞這麼久 說明他的心機和誠乎 肯定比我們想像的要事 林峰的話他只會先一半 另一半他自己會去核實的 那這麼說來的話 我們安心的日子 也沒有幾天 那至少我們這次不是一個人啊 對啊 我們在一起 你還挺會接話的吧 這不是五哥的超市嗎 對啊 你不是說你在家裡面帶著無聊嗎 我跟五哥商量好了 給你準備了一個 私人的購物時間 那好吧 那我們就 鹹點吃的帶回家 走吧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中午啊 等一下 爸 火鍋點了 那邊給他 你給我看看 就是這個 怎麼了 明天就過期了 還有一個小時就到明天了 我們回家的話得半個小時 今晚吃不了火鍋了 但我今天就想吃火鍋 太冷了 好 不用加那麼多 謝謝 沒有肉了 我再吃拿一點 我來囉 我忘記拿微信了 我去拿 乾杯 乾杯 要不吃點水果吧 早有準備 那 好 好 好 我來 我來 開箱 我去哪 我去哪 我來 我去哪 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